今天分享一个香菇白菜汤的做法 汤汁清淡营养最适合家里经常喝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食材 香菇四个,清洗干净以后切去香菇的根地 小葱切成葱花 狗鸡子一颗 用清水泡发备用 白菜切去根部 用手掰开,放入盆中 金针菇切去根部 香菇四个 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浸泡 清洗干净以后,捞出白菜,金针菇和香菇 用手掰碎 用手掰碎的菜,边缘补规则 更加容易入味 拿一个小盆,打入鸡蛋两个 放入食盐两克,白醋五克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有少许的脆感 把鸡蛋打散备用 锅内烧油 充分划锅以后倒出热油 加入凉油 热锅凉油是让贴锅变成不粘锅 起锅倒入鸡蛋液 等到鸡蛋液凝固以后 从边缘处再淋入少许明油 这样鸡蛋就容易翻面 盐锅翻炒鸡蛋 这样来回翻几次 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 倒入开水 放入白菜,金针菇和香菇 下面开始调味 放入食盐两克,白糖两克 料酒五克,鸡汁两克 开大火烧开,化开调料 大火烧开以后 继续转小火煮十分钟 小火煮十分钟 把白菜汤煮弄煮白 然后把泡发好的枸杞纸的水倒掉 起锅之前放入枸杞纸 在小火煮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起锅 把汤倒在盆中 撒上葱花作为点缀 技术要点 鸡蛋不要炒得太老 外层凝固 中间稍微有一点躺心 这个时候加入开水 然后开大火煮至沸腾 汤汁彩绘奶白五星 好了 这味道鲜美的香菇白菜汤就做好了 中间